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這一節會看一個新的題目 Molarity,中文是摩爾濃度 你聽到的名字都應該知道有數得計 這個項目其實我們需要學習如何去計算 是一些基本的chemical calculation 我們是學第二個回合 Molarity就是講一些東西的濃度 或者如果我們用一個較為大家熟悉的 term 其實它是一個 concentration 所以Molarity好, concentration好 其實都是指同一樣的東西 在法學上面, concentration或者Molarity 我們會用大M作為一個單位 又或者如果再高班多一點,去到Form 5 我們會把大M這個單位 轉化成mol per dm cube 所以在這裡你知道有大M 但是我們應用的時候 就盡可能都是用Mol per dm cube 作為一個單位 就會較好一點 什麼叫做濃度呢? 舉個例子,為什麼會有濃度呢? 如果我們想開一個Solution 在Form 1的時候我們學過 我們需要將一個Solute 加進一個Solvent 一個Solvent 那裡 然後就用了這個Solute 那產生出來的那個 Product呢 我們就叫它做Solution OK,我們叫它做Solution 好了,那濃度就是講這個Solution 究竟有多少Solute 那麼簡單來說呢 如果這個是一個Solium Chloride 一個鹽 而Solven是,譬如是一個水 那麼Solution就會是Solium Chloride 的Solution Solium Chloride Solution 就是鹽水 那你想一下,鹽水有多 如果想鹹一點的 即是Concentration高一點 或者Molarity高一點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那可以將多一點的Solute 加進去 或者是減少一些Solven 那這個的鹽水呢 那個的濃度就會提高 會鹹一點 對不對 那所以呢,實質上呢 在計算上面呢 Molarity或者呢 Concentration in mol per dm cube 其實就等於 等於 你看個單位都知道的了 就是Number of mol O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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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看看單位應該可以猜到的了 就是 mass of solutes over volume of solvents 那 mass 當然是用 gram 做單位 而 volume 就會是 dm cube OK 那我們嘗試計算少少數 好 第一條我想提的數目就是這樣的 假如有 5.3g 的 sodium carbonate 假如有 5.3g 的 sodium carbonate 然後我們想開它做一個 solution 而這個 solution 就是我們用了500個 cm cube 的水 好了 可不可以計一計呢 這個 sodium carbonate 的 solution 的 molarity 是多少呢 OK 那條題目就很簡單了 那麼計算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最重要呢 就是要去找回 究竟那個的 mol數是多少 計算 mol數之前呢 因為我們有 mass 那我們要找回是 sodium carbonate 的 molar mass 所以 number of moles of sodium carbonate 呢 其實是等於 mass 5.3g 除回 molar mass sodium carbonate molar mass 你找回他們的 relative atomic mass 那種有毒氣氛 就是二十三 兩塊 一個 carbon 一個 carbon 又三個 oxygen OK 那這些會到時是會給你的 那但是其實你用熟了呢 你自然都會記得的了 那 mol數是0.05的 好了 那個 molarity 是多少呢 如果我们有mode数,又有体积,就会是0.05mode over体积 in dm cube,转回做dm cube, 那是0.1m,或者用一个好一点的单位0.1mode per dm cube OK,那应该不是十分困难的,那如果用通续的单位,concentration in g per dm cube,那又怎样呢? 那如果我们计算concentration in g per dm cube的话,那它就等于mass of salutes,那mass是5.3g, solute即是0.5g per dm cube,那按机应该是10.6g per dm cube的,OK? 那如果来到这里呢,你都应该可以大概猜到的了,那如果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molarity转做concentration in g per dm cube呢? 其实不是很难的,因为大家都是欠了一个molar mass,OK? 那我又不希望大家计算的,不过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molarity其实是等于那个concentration in g per dm cube, over over your molar mass,OK? 所以在这个case中,molarity是0.1m, 而concentration是10.6g per dm cube, 而 еслиconcentration in g per dm cube, 那 molar mass其实是这个106,OK? 你算一算,這條數字是106 如果你代上去,其實兩邊是相等的 好了,這條題目都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起碼你會熟悉什麼叫做 monarity,什麼叫做 concentration in gram per dm cube 好了,我們看看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我想倒轉 這次呢,我就有 我就想開一個solution 就利用hydrated coupled to sulfate hydrated coupled to sulfate 而hydrated coupled to sulfate的mass 我們不知道的,我想計算 但是, coupled to sulfate solution 就是說你開了出來的solution 我想要是50個cm cube 還有兩個大m的 OK,兩個m的 那究竟用多少mass呢 好了,那我們有了monarity 有了volume,可不可以先計算 如果那個number of moles of copper to sulfate 那應該呢,就是monarity 乘回volume 那所以呢,是0.1m的 那mass,又怎樣呢 那因爲呢 那因爲呢,cover to sulfate 就是0.1m 所以呢,整個crystal 都會是0.1m 那所以呢,mass呢 就會是等於那個 m數 乘回整隻的molar mask 那,cover呢 就是63.5m sulfate是32m Oxygen 是16,49 水呢,一個水就18 五個水就5乘18 OK 好了,那算一算呢 就那個molar mask 乘回呢 就是249.5 那,我希望同學呢 都試一下呢 就這一個呢,你 怎樣都要寫出來的了 那,因爲呢 這裏有一個step分的 OK,那千萬不要呢 就直接寫這一個數 寫這個呢 雖然是長一點 但是呢 你在按機的之前呢 就應該問題不會太大的 你按完機之後可能會錯 所以呢,你不要寫這個數 寫這條的大算式 應該是有個step分的 好了,計一計算吧 最後的mars呢 是24.95個gram 那,記住呢 我們拿小數位呢 就拿兩個小數位呢 或者是最多四個有效數字 那,所以這個數呢 一是就24.95 一是就25.0gram都可以 OK,那24.9就應該錯了 因爲這個要盡位的 24,如果是後面還有些數 24.950的話呢 你就衰硬了 OK,懂不懂計 記住 合理的小數位 拜拜